然后非转背书当中还会涉及到质押背书 那么质押背书一定知道 还是被背书人名称 背书人签扎 基础上再加上质押字样 没有写质押字样的时候 会被别人以为是转让背书 你看假出票给已 以背书转给比 比赢本来想把票向必质押 结果光这么写 那我们可不就以为是转让背书了吗 所以必须写什么 质押字样 签章背背书人名称 再加质押字样 三个绝对不要记载事项 好往下走 如果以汇票设定质押的时候 只是记载了质押字样未签章 或者说根本没有写质押字样 也更不会签章 另行签订了质押合同质押条款 那不构成票据质押 也就是咱们票据是文艺证券嘛 所以你一定要在票面上体现出来 质押才叫票据质押 其他的不叫票据质押 那么怎么来理解呢 你比如说假出票给以 以背书转给笔 那么等于说第一个背书栏 以背书转给笔 是这么处理的 然后笔就想向币银行设定质押 第一种方式是控账 第三个背书栏里啥都没写 笔就这样交付给笔 就这么着 什么都没写 第一个背书栏移给笔写了 但第二个背书栏就这样控着 交付给笔 跟笔签了一份什么质押合同 说质押给你了 好 这个成立的是什么 是质权 笔手上只有明法典意义上的质权 这个质权有什么用啊 如果笔把这个票款提出来了 笔可以就这笔票款去优先收场 毕竟这张票是交付给了笔了 所以质权是算设立了 但是笔他去提示付款 没认识他对不对 你想一下 这张票第二个背书栏里 并没有任何记载 谁认识你笔是谁呀 你是不路上捡的这张票啊 所以笔拿着这张票去提示付款的话 没有人会甩他的 只有笔拿出票款来了 那么能控制票款的情况下 笔去主张就票款优先收场 所以这种情况下 笔谈不上有票据制权 只能说有一个制权罢了 因为票毕竟交付给笔了 但是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 第二种情况 第二个背书栏里 这个笔签章给笔写了质押字押 这个时候当然还得交付给笔啊 既记载了也交付给笔 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笔是享有什么 票据制权的 享有的不仅仅是一个制权 是一个票据制权 那意思是什么 这个笔在票据到期的时候 完全可以拿票去提示付款 被拒付了之后 他也可以正常的像持票人一样 行使票据追索权的 票面上他享有制权看得出来 所以不仅禀笔之间知道这个质押关系 票面上的任何债务人通过票据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质押关系 会满足笔的票据制权的行使的 所以在票面上不写质押字押加签章 仅交付制权 你只要这笔票款特定化 你还是可以优先收场的 但是如果你写了质押字押并签章 在交付给笔的时候 笔是什么权 票据制权 他会使得票面上的其他债务人认可 笔的这个票据制权 他去提示付款 去追索都有可能行使 别人认识他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地方把它区分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记住票据是一个文艺证券 你想要享有什么样的票据权利 按票面记载去处理 票面找不着笔 就没有人认可你有相应的票据权利的 好往下走 那么票据制权人 他会相当于票据权利人一样行使票据权利 我们讲他可以提示付款 可以进行追索对不对 你比如说 贾签发汇票给以 A银行成对了 然后以就把这张票质押给了B 借款未到期 但是票据到期了 那么这个B可以找A银行提示付款 如果A银行拒付了 B照样可以找A找贾去行使追索权 没有任何问题 好 质押背书的B背书人 他虽然可以像票据权利人一样 行使付款请求权追索权 但是并不想要对票据权利的处分权 所以这个B如果进一步进行转让背书或质押背书 背书行为是无效的 但是可以委托收款背书 可以委托收款是因为他可以提示付款追索 对吧 B可以委托C银行收款 没问题 但是B要是把票背书转给B 或者B把这张票质押给地银行 那是不行的 当然出置人 也就是这个背书人 以如果他还有其他债权人 票据智权人B会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权利 B毕竟享有票据智权 所以如果还有其他的债权人的话 就这笔票款 B是享有优先收场权利 你比如说 以早B借款是借了10万 但是票款有可能是20万 B是就10万以及利息以及费用去优先收场 而不是说这20万全归B 不是 你可以优先收场 剩下的归其他债权人去分享 好 这是票据 质押 背书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背书这一块 委托收款背书 质押背书都好说 主要是转让背书 需要踏踏实实理清楚 那么紧接着 看第三个票据行为 成对 简单把握一下就可以 首先 我们前面讲过 G7票据 直接提示付款就行 没有必要去提示成对 只有远期商业会票 才需要提示成对 那么要按期提示 预期提示 会上市对一般前手的追索权道 那怎么算按期呢 能够确定到期日 到期日前提示成对 像这种 见票后定期的 我们前面给大家分析过 这种是 无法立即知道 到期日是什么时候 要见了票才能够知道 所以就是出票日期 一个月内提示成对 能确定到期日 到期日前提示成对 见票后定期 无法确定到期日 在提示成对之前 所以他是出票日期 一个月内提示成对 跟基础知识是挂钩的 再来看 付款人对他提示成对的 会票 要在收到之期 三天内表示成对 或者拒绝成对 明示 那么就按明示的结果处理 关键是 他要不说话怎么办 他要不说话 视为拒绝成对 付款人三天不说话 视为拒绝成对 好 那么如果他同意成对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 成对字样 加签章 承诺 到期五条件 对付票快 纸票的话 原戳戳方戳戳 电子商业会票的话 电子签章 然后成对日期 属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如果成对日期没有记载 会推定收到提示成对的 会票之期的第三天 这个地方要算好 因为我们一般是 直接加三天 对不对 这不是 2月1号收到这张票 2月1号算一天 2月2号二天 2月3号就算第三天 所以成对日期是2月3号 好 成对日期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背书日期也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但出票日期是出票行为的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好 往下走 付款人成对会票 要无条件成对 如果它是付条件的 视为拒绝成对 背书付条件 条件无效 而背书有效 成对付条件 视为拒绝成对 出票时要是付条件支付的委托承诺 出票行为无效 票据无效 几个条件要区分清楚 第六 付款人要拍胸脯成对会票了 他就成为了成对人 成为成对人之后 人家找他提示付款 还要找他追索 所以他就变成了主债务人 票据上的主债务人 我们下的定义是 既作为付款请求权的行使对象 又作为追索权的行使对象的 才叫主债务人 所以支票的话 他是找付款银行提示付款 没错 追索一定不能找付款银行 支票上是不存在主债务人的 这之前基础理论部分 我们给大家谈到过道 要巩固 好 第三个票据行为 最后一个票据行为 票据保证 票据保证这里 咱们考点里头 每一个规定的地位差别还是蛮大 笔记要做好 你比如说第一个说保证人 这块简单了解就行了 国家机关以公益为目的的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如果他提供票据保证 原则上保证是无效的 除非经国务院批准 为使用外国政府国际组织贷款 进行转贷 国家机关提供票据保证 了解就可以了 紧接着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非常重要 票据保证 保证字样 保证人签章 保证人的名称和住所 那么保证字样加签章 这个是很快就能记住 关键还有一个 保证人的名称和住所 考小题目的时候不要落了 很容易落掉 其一 其二 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沾单上 记载保证字样 只是私底下另外签订保证合同 保证条款 不属于票据保证 要做好充分的应对主关题的准备 这个地方一旦出主关题 很容易挖坑 来我们举例子 首先如果甲签发汇票给以 然后A银行成对 已经成对了 以背书转给丙 丙背书转给丁的时候 B提供了保证 但这个他写了保证字样 加签章 保证人名称和住所 都给解决了 好 这叫票据保证 对吧 好 这个丁可能背书转给物 好 这个叫什么 他写了保证字样 加签章 保证人名称和住所 这个时候 B提供的是什么 票据保证 票据保证 等于说 未来物向A银行提示付款 不知道为什么 A银行拒绝了 那么这个物 可不可以直接找B 要求B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我们说是OK的 可以的 不管这个物 还是这个丁 要求这个B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都是可以的 B在票面上签章了 他就成为票据上的债务人之一 那么对比一下 如果 加签发了一张汇票 给A银行成队 银行成队汇票 以B书转给丁 丁被书转给丁 丁要求提供保证 结果 丁就找了一个B 丁和B签了一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是保证人和债权人签的 被保证人是B没错 但保证合同是和丁签的 他们私底下签了一保证合同 然后B没有在票面进行保证字样加签章 记载名称住所 没有任何一个事项都没有 空着 就光私底下跟丁签了一保证合同 丁把这张票备书转给物 好 我们假定物找A银行提示付款 被拒绝了 被拒绝了 物来找B 丁准物找B要求B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B能拒绝承担吗 能啊 他不承担票据保证责任的 因为票面上没有B的签章 他提供的不是票据保证责任 他只是要丁签了一份保证合同而已 那么我物来找B要求他承担保证合同上的保证责任 可不可以 也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B的保证合同没合物签呢 B的保证合同是合丁签的呀 咱俩不是保证合同当事人 所以站在物的角度上 物既不能要求B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也不能要求B承担保证责任 都不行 但是 紧接着 如果我们谈到 物找丁要求丁承担票据责任 丁把票款付给物了 丁再来要求B 这时候看清楚 丁再来要求B 要求他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可不可以 物不能要求B承担票据责任 丁能否要求B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依然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B没有在票面上签张 他压根不是票据债务人 所以不管物还是丁要求B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都是不可以的 但是丁能不能要求B承担保证合同意义上的保证责任 我们说这个是OK的 为什么 因为B和丁之间存在保证合同啊 B丁就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啊 那么这个地方要么就不考了 要考的话 第二个案例一定准确把握好 人家提问的角度 有可能站在物的角度上提问 有可能站在丁的角度上提问 不管物还是丁角度 票据保证责任肯定都没有 但保证合同意义上的保证责任 丁可以主张 好 一定看好 应对主观题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咱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 被保证人名称没有记载到 那么以成对的票据 是成对人为被保证人 未成对的票据 那么是出票人为被保证人 好 这是被保证人名称 我们怎么推定的问题 如果保证日期没有记载 那么推定为出票日期 为保证日期 这两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都是考票据保证的时候 比较容易编进去的 就是这道题 他要不考这个票据保证 那可能就涉及不到这儿来 只要涉及到了 都会觉得应该往这管一下 要不然不过瘾 所以他的地位 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应对主观题的条文的地位 是一致的 这其一啊 被保证人名称没有记载 以成对 成对人为被保证人 未成对出票人为被保证人 保证日期没有记载 出票日期为保证日期 好那么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四个日期就全部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四个日期 一出票日期 出票日期要没有记载 咱们整个票据就无效了 出票日期是出票行为的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没有记载出票行为无效 出票行为无效 票据无效 紧接着背书日期没有记载 我们推定为到七日前背书 如果是成对日期没有记载 我们会以收到提示成对的汇票的第三天 为成对日期 如果票据保证的日期没有记载的话 那我们以出票日期作为保证日期 所以出票日期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而后面三个日期是属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这四个日期都很重要 一定把它仔细的区分好 好往下走 副条件保证 副条件保证的话 条件没有效果 但是票据保证依然有效 叫做条件不影响汇票的保证责任 那么关于这个副条件的事情 咱们几个都要对比一下 首先出票时 如果副条件支付的委托或承诺 那么票据就无效了 一定要无条件支付的委托或承诺 背书副条件或者保证副条件 都是条件无效 而背书保证行为是有效的 但成对副条件呢 视为拒绝成对 所以四个日期再加四个副条件 每一个的效果 大家一定要清楚 好往下走 保证的效力 汇票保证人的票据责任 从属于被保证人的债务 与被保证人是同一责任 那么提示当中的内容是教材的观点 持票人对被保证人 可以主张任何票据权利 可以对保证人行使 也就是对被保证人行使的权利 就可以对他的保证人去行使 具体而言 如果成对人是被保证人的 持票人找成对人提示付款 可以 找他的保证人提示付款 也可以 如果被保证人是背书人的 那么只能对背书人行使追索权 对不对 对背书人的保证人 也只能行使追索权 那么这个向成对人提示付款也行 向成对人的保证人提示付款也行 大家这个观点要知道 其实纸票看的不明显 要是电子票据的话就很明显 电子商业汇票在系统当中 如果你成对人有保证人的话 人家提示付款 成对人可以应答 成对人的保证人也可以应答 他会同时开两个口 但纸票的话就体现不明显了 所以这个观点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 往下走 保证人对合法取得汇票的持票人 所享有的汇票权利承担保证责任 但被保证人的债务 应记载事项欠缺而无效的除外 那意思是 要是形式上出问题了 被保证人不承担责任 保证人也就不承担责任 要不是记载事项 不是形式要件而实质要件 被保证人有可能不承担责任 保证人需要承担 怎么一回事 咱们分别来看 你看 假出票给已假定 然后A是成对人 这是汇票 那如果B是A这个成对人的保证人 票面上保证字样加签章 记载保证人名称住所 好 那如果A 它的圆戳戳方戳戳 出问题了 比如说 A在成对的时候 只盖了圆戳戳 方戳戳没盖 这个时候 A是不千张不符规定啊 形式上有问题 A 不承担票据责任 如果A是因为千张不符规定 而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这个保证人B也相应不承担 票据保证责任 就算B自己的签章 圆戳戳方戳戳都对 他也不承担责任 被保证人形式上有问题 而不承担责任 保证人相应不承担责任 但是 与之对比的是 如果被保证人是实质上有问题 而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保证人有可能是要继续承担的 你比如说 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 假签发一张支票给已 那么付款银行是A银行 已把这张支票就送给了王某 被书转给王某是送给他的 王某一高兴傻了 变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是他做了正确的签章 给这个银 并且 他还找了一保证人 B来为他提供保证 但实际上 王某被书转给银的时候 王某是没有行为能力的 这个银还被书转给了丁 好 大家知道 我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票据上签章 他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那被保证人 王某不承担票据责任 保证人B需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呢 需要承担 这是实质原因不承担责任 王某是可以不承担 B还得承担 所以这两个提示您对比一下 被保证人因为刑事原因不承担责任的 保证人一并不承担 被保证人因为实质原因不承担责任 保证人是要正常承担的 对比一下 好紧接着连责任的问题 这个我不展开解释 其实咱们应该清楚 票据上所有的债务人都是连责关系 所以我们未来讲到追索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把票据上所有的债务人 以口气权都给他通知到的 不分先后顺位 咱们提示付款和追索权有先后顺位之分 只要论到追索的时候 所有债务人都是连责关系的 第四 保证人清场了票据债务之后 对被保证人及其前手 行使在追索权 也就是 假出票给已 A银行成对 这是一张汇票 以背书转给丙 如果还找了一个币来提供保证责任之后 丙背书转给丁 丁背书转给物 如果物提示付款被拒绝 回来找B要求票据保证责任 B还给他承担了 B可以找谁追索 一定注意 B可以找丙追索 被保证人 也可以找丙的前手 假以A追索 但是不能找丙的后手丁追索 等于说你得把B放在哪个位置上 放在这个位置上 等于他是丙的后手 但他是丁的前手 所以B只能找丙 即丙的前手追索 不能找丙的后手丁追索 好 这个应该是理解懂就可以的 好 那么四个票据行为 我们就辛辛苦苦 给全部解决了 那么在这里给了大家一个中数表 票据行为重要细载事项的要点中数 强调您首先是我们一路讲过来一点一点都是理解的 理解了之后 再把这个中数表去好好巩固记忆背诵 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最核心的就在这个中数表当中 好 往下走 我们要继续来把握两个票据权力的具体规定 两个票据权力值哪两个 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那么先来看的是付款请求权 付款请求权是第一顺位的权力对不对 只有付款请求权无法行使 行使得不到满足才会引发追索权 先看第一顺位的付款请求权 那么票据权力人或者票据权力人委托收款的 这个代理人有权来提示付款 这是第一简单了解 找谁提示付款 这就看基础理论部分有没有学好 银行汇票是找那个深圳以的开户行币 代理付款人提示付款 银行成对汇票直接找成对银行提示付款 商业成对汇票我们会找成对人的开户行提示付款 本票就找出票行 支票找出票人的开户行 本质上就是即将支票的付款行 如果这样说您听不懂的话 就得倒回去听我们前面基础理论部分的内容 尤其是把我们第一个考点下面讲几类票据的那几个案例 好好再看看 好往下走 第三个 提示付款的时候 提示人除了提交票据之外 你去提示付款票得给人家吧 第一个 第二个 还得证明你就是票面上记载的这个饼啊 所以得把饼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提供出去 那如果备书连续有票有身份证 你就可以要求付款了 如果备书不连续的话 你还得提供证明 证明啊 我丁吸收了饼 所以饼的票据权利就是我丁的票据权利 哦 没什么可背的 紧接了 提示付款也要按期提示付款 啊 我们把提示付款和提示成对的期限 在这里就给大家都列出来了 这个表格一定要记 但是并不难记 首先我们把握好 像这种支票 本票 或者是银行汇票 以及被视为建票继付的商业汇票 啊 好 这种它是不用提示成对的 他们没有提示成对这个环节 他们都是G7票据 直接提示付款就可以 好 那么直接提示付款 什么有提示付款吗 G7票据都是出票日期计算 会一 本二 支持 银行汇票建票继付的商业汇票 啊 会一 出票日期一个月内提示付款 啊 本票 本二 是提示付款的期限 看票面 看票面记载 不超过出票日期两个月 具体看票面 也许是票面记载出票日期一个月 也许票面记载出票日期两个月 啊 支票的话 出票日期十天内就要提示付款 这叫会一本二之时 然后紧接着 咱们远期商业汇票 远期商业汇票 两大类 你要老是三大类 三大类说明第一个考点没有好好听 两大类 一类能够确定到期日 比如说定日付款和出票后定期付款 提示成对之前就知道到期日 在到期日前提示成对 那种建票后定期付款的 得付款人建了票才给你确定到期日 没提示成对之前不知道到期日 那么就是出票日期一个月内提示成对 他没有到期日吗 他只能拿出票日来来作为计数吗 出票日期一个月内提示成对 那如果提示成对被拒绝了 引发追索 提示成对人家成对了 那么等到期日到了以后 十天内来提示付款 最远期就在于到期日没到之前 是见不到真金白银到 必须到期日到了 十天内提示付款 拿到真金白银 所以这个表格基础理论部分 如果学得好 应该来讲是没有太大障碍的 理解记忆 好 那么预期提示付款的情况下 会上市对一般前手的追索权 那么这个有印象就可以 付款人的审查义务 我们去提示付款 付款人一要审查票据权利的真实性 二要审查提示付款人身份的真实性 身份真实性是做实质审查 所以你看什么 王某出票给李某支票 李某去提示付款的时候 拿自己身份照 银行是会有身份证验证受备的 所以他是做实质审查 但是票据权利的真实性 银行就仅进行什么 刑事审查 他不看你背后的实质关系是什么 不看 就看票面上的各种记载事项 是否符合规定 就可以了 从票面上看持票人有票据权利 付款人就进到了审查义务 所以有时候我也喜欢这么打比方 说你理解票据的时候 票据跟纸币差不多 有一个人拿张一百块的纸币 来我这买东西 那我看什么 我去 我一定要查一下 他这张一百块是自己挣的 还是偷来抢来的吗 你拿一百块来给我买东西 我就把这一百块放进宴钞机里 你看 真的我就收了 该卖什么卖什么 对吧 所以票和纸币很像 你拿票据来提示付款 我就看票 从票面上看 你有票据权利 然后身份证一验证也的确是对的 那我就把钱给你了 我不看这个票据流转这么多道 每一道 他实质上是否是想要票据权利的 不看实质 票据权利真实性审查 就是进刑事审查就可以 好 往下走 那么持票人获得了付款 要在汇票上签收 把票给付款人 人家给你钱 你得签收 然后票就还给付款人 委托银行收款的 受托的银行 要把收到的钱转入持票人账户 就视同签收 了解就可以 付款人付款是全体债务人的债务消灭 那如果是中间的背书人付了票款 等于找背书人追索 有一个背书人支付了款项 那么这个背书人还要找他的前手进行追索 那就部分债务人的债务消灭而已 好 错付款 错付款这个点 在筑块这里还是比较重要的 还是要做好一定的主观体的准备的 第一个先看一下 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来的这个人 他没有票据权利 那我知不知道 我们是进刑事审查义务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是知道的 或者我没有进到刑事审查义务 那我的确付错了 可是如果他没有票据权利 而我进到了审查义务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票据权利 我的付款是正确付款 好 这个地方您稍微绕一下 持票人没有票据权利 我给他付款 这就叫错误付款吗 不是的 他没有票据权利 还得看我知不知道 我要知道我还给他付款 错误付款 或者是从票面就审得出来 他没有票据权利 我还付款 那我是错误付款 对吧 因为我得进到刑事审查义务啊 可是持票人没有票据权利 我不知道 我也进到刑事审查义务 那我的付款是正确付款来到 是正确付款 只有这种明知 和有重大过失 没有进到刑事审查义务 对非票据权利人付款 才叫错误付款 对不对 一定要理解好 那我们看一下 甲公司向义公司签发一张转账支票 甲签发给义 转账支票 与义无关联关系的王某 偷了这张支票之后 伪造义公司的签章 背书转让给了知情的刘某 那么这个刘某他是明知 王某是伪造义的签章 他还收下的 刘某是恶意的 不想有票据权利的 对不对 实质无权 刘某拿着这张票 来找付款银行提示付款 那你要琢磨 站在银行的角度上 第一个 如果他知道刘某是 实质上不想票据权利 是明知伪造还收取这张票据的 银行不应该付款 如果银行明知还付款 构成错误付款 这是其一 其二 如果说从票面上就能看出来 王某伪造你的签章 伪造的时候 圆戳戳都盖成合同专用章 从票面上就能够看出来 刘某是没有票据权利的 你想 王某伪造你的签章的时候 光伪造了一个合同专用章 也没有方戳戳 刘某哪里有票据权利吗 咱甭说伪造了 就以自己这么签章的话 刘某也没有票据权利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付款银行 他是应当知道 或者进行是审查义务的时候 就知道刘某没有票据权利 他还付款 重大过失付款 构成错误付款 但是如果王某手段特别高 伪造的既符合法律规定 又严丝合缝 付款人不知道 也不应当知道 刘某没有票据权利 付款人的付款是 重券付款 这个已的损失 该找王某追查 或者该找刘某追查 找王某刘某去 跟付款银行无关 明知还付 重大过失付构 构成错付款 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 刘某实质无权道 银行进到刑事审查义务之后 付款 付款是有效的 并不能够追究银行的责任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层次 持票人没有票据权利 第二个层次 票据上有瑕疵 但持票人是享有票据权利的 确实某一个行为上有瑕疵 但是不影响持票人的票据权利 这时候是付款人即便明知 也应该支付票款 来我们看一下 假出票给银 银给银 有成队人 这是一张汇票 好 如果A位已提供保证 A签章不否规定 比如说光盖了原出出 没有法定代表人的方出出 A不承担票据责任 但是这个银来找成队人提示付款的时候 成队人能以背书人的保证人 签章不否规定为由据负吗 不可以的 成队人哪怕明知 这应该是票面上看得出来的 明知这个保证人签章不否规定 但因为丁是有票据权利的 成队人是应当当日足复负款的 这个要清楚 有时候没有瑕疵 票面上看不出来瑕疵 持票人不想要票据权利 只要我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 我是正确付款 但是持票人有票据权利 哪怕我看出来瑕疵 我是不能拒负的 好 这两个案例都需要大家做好 充分的应对主关题的准备的 付款请求权 我们就给大家聊到这儿 接下来看第二个票据权利 追索权 追索权是第二顺位的票据权利 所以应该有原因才会引发追索 你比如说被拒绝付款 那就开始进行追索了 或者是被拒绝成队开始追索了 如果成队人付款人死亡逃命 依法宣告破产 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 意味着成队人付款人提示 付款已经不可能了 前面这两个是被别人明确拒绝了 后面这个是看着就没有可能了 付款请求权行使被拒绝 或者无法行使付款请求权 引发追索 对吧 但是一定注意 成队人付款人死亡逃命 被依法宣告破产 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 引发追索 出票人死亡逃命等等 不一定引发追索 你比如说 假公司出票给乙公司 汇票 A银行成队了这张票据 然后乙给饼 饼给丁 告诉你 这个假进入破产程序了 作为丁来讲 你招啥急 假进入破产程序 进入他的呗 您依法按期提示付款就好了 这个A银行 它是在票面上 有成对字样加签章的 它是债务人 不管假没有存足票款 还是假进入破产程序 人A银行是要给你支付票款的 那如果A银行去付 是因为被拒绝而引发追索 你评评 不是因为假进入破产程序 引发追索 是因为你提示付款 被A银行拒绝了 才引发追索 所以一定是 成对人付款出事 引发追索 出票人出事 他不直接引发追索 被拒绝付款 被拒绝成对 成对人或者付款人 而不是出票人 死亡逃命被依法宣告破产 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 引发追索 小题目 那么被追索人 一定是在票面上有签章的人 这是第一个事情 被追索人要在票面上有签章 所以看好 出票人会有签章 背书人会有签章 保证人会有签章 付款人是不会有签章的 成对人有签章 是不是在这里 这两是要进行对比 票面上有签章 列为被追索人 票面上没有他的签章 他只是关系人 而不是债务人 不能列为追索对象的 当然 咱们列他为追索对象 不见得他就得承担票据责任 也许他会有抗辩事由顿顿 也就是咱们这里只是原则上说 一般情况下签了章 我就可以把它列为追索对象 那如果这个签了章的人 对你有抗辩事由 你就不能找他追索 这个知道一下 然后呢 这个银行能否作为追索对象 这个小提示 其实很考验大家的票据法律制度的基础知识的 来我们感知一下 说银行汇票或者银行本票 这个银行他的身份是什么 银行汇票的银行是出票人 银行本票的银行也是出票人的对 能否列为追索对象 我们说能 好 再往下走 如果是银行成对汇票到这个银行 它是什么 他还没有成对的时候 叫付款人 是不能够列为追索对象的 如果他成对了 那么叫做成对人 成对人列为追索对象 好 再来 商业成对汇票 商业成对汇票哪有银行啊 有啊 我们说假公司签发 商业成对汇票给银公司 银公司做了成对这样加签章 银会委托B银行收款 B银行会联系A银行来找银 对不对 那么这个A和B可以列为追索对象吗 不能的 它只是委托收款过程中的中介 它是一个结算中介 一定不列为追索对象 再来 支票 支票哪有银行 有啊 付款银行啊 它是付款人 支票上的付款人 支票是见票寄付的 永远不成对 没有成对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会在票面上签章 不列为追索对象的 所以这个小提示 如果说银行能否作为追索对象 这个小提示看不懂 等于说您是没有基础的同学 要把前面基础理论部分 再好好琢磨一下 啊 那么第一个 这个追索对象 首先要签章 其次要不能对你提出抗辩 如果人家要享有抗辩权的话 您是不能找他追索到 好 再往下走 票据上的所有债务人 在追索权行使的时候 是一个连带关系 所以呢 不分先后顺位 我一条街的债务人 全部都给他通知到了 完全可以 我们不分先后顺序 甲给乙 乙给饼 饼给丁 丁完全可以直接找甲 丁也可以先找饼 再找乙 再找甲 没问题啊 连带关系 想找谁找谁 不分先后顺位 好 这是第二 第三 追索权的保权 一 要按期提示付款 按期提示成对 我们讲 如果没有按期提示 预期了会上市对一般前手的追索权 但是还是可以找出票人 还是可以找这张票 如果有成对人的话 可以找成对人追索 但除了出票人成对人之外的其他人 你就不能找他追索了 这其一 其二 被拒绝付款之后 您得取得拒绝证明 因为追索权是第二顺位的权利 不管您找谁追索都要证明 你是付款请求权行使被拒绝 或者无法行使付款请求权 可以进行追索 对吧 按期提示 依法取得证明 那么追索权行使的时候 可以要多少钱吗 滚雪球的过程 说假出票给予 汇票A银行成对 以背书转给丙 丙背书转给丁 票面金额是一百万 那么丁来行使追索权 只要丁 只要持票人追索 不管他找谁追索 都叫首次追索权 或者叫最初追索权 持票人行使的 丁找笔 属于最初追索权 丁找乙 属于最初追索权 能理解吗 因为没有人找过丁啊 丁是第一个出发去追索的人 就叫最初追索权 那么丁可以要什么呢 一 一百万的票垮 二 从报期日或提示付款日 到清偿日之 按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利率计算的利息 比如说我瞎说的数十万 还有取得拒绝证明 发出通知 可能会有一定的费用 瞎说一万 那么一共就是一百一十一万费端 好 假定丁找乙 要一百一十一万 OK 不分先后顺位吗 直接找就完了 好 那么乙清偿了丁这一百一十一万之后 乙被别人追过了 再去追别人 就叫再追索权 基本概念要知道啊 没被别人追过 出发去追 不管找谁追 都叫首次追索权 被别人追过之后 再去追 就叫再追索权 你比如说丁先找丁 丁还给丁 丁去找 叫再追索权 然后丁找的乙 乙还给丁了 乙再去找 也叫再追索权 被别人追过之后 再去追别人 就叫再追索权 能理解 好 回到我们这个图了 丁是直接找的乙 乙还了丁一百一十一万 乙再找假 这叫再追索权 这叫再追索权 对不对 要多少 要前面他清场给丁的全部金额 也就是一百一十一万 在这个基础上 计算利息 也许是十万 再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也许是一万 所以这个乙再来 这要讲 可以是一百一十一万 加十万 二十一 再加一 二十二 等于一百二十二万 所以赵克又一百二十二万 所以是不是滚雪球的过程 越滚越大 金额利息费用 全部金额利息费用 好 具体到考场上算数 应该是不会 但是这个过程大家要知道 文字题也能作答 好 发出追索通知 咱们持票人 要在收到被拒绝成对 或被拒绝付款的 有关证明之期 三天内 把这个事情通知他的 直接前手 直接前手 三天内通知再前手 当然也可以一口气 把所有的债务人都通知到位 加出票给引 假定是汇票 A银行成对 以给饼 饼给丁 丁给物 物提示付款被拒绝 物最低义物 三天内通知丁 这是物的最低义物 丁最低义物 三天内通知饼 饼最低义物 三天内通知饼 一道一道 每个人有三天的通知 直接前手的时间 但是因为票据上的债务人 是连带关系 物完全可以不找丁 直接找义 或者找饼 或者找甲 或者找A 对吧 所以物也可以 把这一条间 甲乙丙丁 A 全部给他发出通知 可以 但最低义物是 三天内通知 直接前手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持票人 没有进到最低的通知义物 持票人是 仍可以行使追索权道 前面我们讲 你要预期提示成对 预期提示付款 是要上市对一般前手的 追索权道 但是预期进到 追索的通知义物 仍然可以追索 不要出错 那么就预期给他的 直接前手 或者出票人 带来的损失 那我们要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的话 以汇票金融为限 好 最后一个规定 无论是 行使首次追索权 还是在追索权 被追索人 清场债务的时候 持票人 要交回汇票 交回有关拒绝证明 另外 还得出具 收到利息费用的收据 你比如说 甲签发汇票 也以A银行成对 那么以备书转给笔 并备书转给丁 我们知道 丁首先得依法案期提示付款 那如果丁依法案期提示付款 而A无理据付 A得向丁出去拒绝证明 好 丁也许会找笔 行使首次追索权 只要丁追索都叫首次追索 那么甲定笔 把丁到100万票据金额 加丁这张票票据金额100万 加上10万利息 加上1万费用给清场了 前面我们讲追索金额的时候 给大家谈到过的 丁清场给丁111万 那么丁就需要把这张汇票给丁 把汇票给丁100万票据金额 就有证明了 然后还要把他从A那里获得的拒绝证明 给丁 证明低顺位的付款请求权 已经行使被拒绝了 第二个要给的 第三个要给的 您给票据本身 只能证明票款100万 还收到了人家丁给的 10万利息1万费用 丁得把这10万利息1万费用 给丁开个收据 所以第三个还得出具一个收据 并拿着这些东西 他才可以 比如说我找以再追索 被别人追过 再去追别人 再追索 像以证明 我不仅仅清场了票款100万 还有10万利息1万费用 在此基础上 你再来给我寄息和清场有关的费用 对不对 所以这张收据要给 而且知道不是票据金额加利息加费用的收据 是利息和费用的收据 好 最后一个规定 我们就踏实把握好了 好 那么关于付款请求权追索权 咱们最最重要的 付款请求权 我们给了大家一个表格 提示成对 提示付款的期限 并且教大家记忆 一定要去巩固记忆 第二个要着重把握的就是错付款 两个大层次我都给了案例 一定踏踏实实去把那两个案例消化清楚 追索权这里 咱们主要是原因 对象 按期提示 以及要取得拒绝证明 金额是滚雪球的过程 追索通知的话 没有顺序 但是底线是三天内通知直接前手 这些东西把握清楚就可以 好 谈到这里 第一个单元就全部给大家介绍完毕 那么第一单元是基础知识 有的同学可能很快就解决 因为之前初级中级票据法律制度学的比较好 如果说您第一单元听完之后 觉得自己接受不了 那么应该停下来 踏踏实实再消化一下 哪怕回到预期班里 把票据法那个专题 再踏踏实实过一下 都是有益的 毕竟现在时间还是相辈充足的 咱们把第一单元这里 踏踏实实消化好 再往第二第三单元走 这样的话 你的票据法不会一直停留在机械记背诵的层面上 当然如果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哎呀一看表 时间都已经快来不及了 马上复习时间不够用了 那么实际上第一单元在考试当中的直接分值不是很高 硬着头皮 第二第三单元先把握住 愣背多捞一点分数 这个大家要清楚 但作为我来讲 基础知识肯定还是要给大家踏踏实实过于变道 好 第一单元我们就聊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